昨天不知为何 灵机一触 美元有些东西 突然之间不知为何这么强 当然完全用基本面去想 未必可以看到这些 在技术分析 我只可以知道 去到某个位置 应该有点转移 但昨天 一起苛城 所以大家要知道 未来会市有新的波动会产生 这都包括大宗商品 油价暂时没有大影响 会否影响股市 大家要留意 如果股市有影响 金可能相对会好些 但欧洲货币就一定应该出问题 因为美元这样升 今次美元这个升 是一次过升穿多少位置 所以大家要拿日线图去看 让大家知道它是否破了一些比 好了 大家看到 终于还行了两个月 亦用了两个月时间 这两个都是一个深层调整 一个箱底反弹 然后转向了 原来再做一个很深的调整 即是这一边的764 我常常都… 所以为何呢 这里容许我因为有个例子 我又需要告诉大家 下一次你又可以调转例 所以有时未出这棍之前 虽然今次我们很早预期到 有这样的状况会产生 但实际上大家要学这些 在由升转跌或跌转升 关键就是这里 即是说它回得越深 反而是转向的 但如果穿不到上面的高位 反而是转向的机会 好 反过来 它去到这么重要的价格 如果它没有调整的话 大家就要小心 它可能可以一次过 出现一个重新的上升追势 这个就是为什么 大家会学一下看 有时候没错 我们会用RSI去看什么强弱分界 但有时候我们也要看 RSI何时开始 营造到一个新的上升动力出现 它横行了一段时间 原来已经可以做到 其实美金平均升的幅度 真的相当之多 由最低96.7% 升上97.7% 是升了一个大点 即是升了1% 当然 在货币市场来说 你会听过很多 有些一日贬值几十个百分比 都有 但成熟货币 仍是以一个 有五个主要货币 作为它参考 它计算美元指数的 这个 我们所谓的这个产品 它都有这样的推升 大家就会看 要么就是欧元很严重 因为它占了一半 所以昨天的欧元 所以昨天的欧元 大家会看到 跌得很快 也跌得很快 当然 你可以说 除了美元升之外 再加上 晚上欧洲央行的议息会议 决定维持了不变 然后去到九点半 就失陪了 就再太多脚了 所以 就导致这样 现在有一个问题 始终我们要看 今天应该怎么办 其实 继阵 无论是由礼拜五 礼拜三 美国公布了 那个ADP 那个所谓叫做 小飞龙 小飞龙 其实好像好很多 但是昨天的ADP 都是相差一点 但是 1月份 政府有停摆过 但是去到2月份 就已经 15日 就已经重开了 究竟 有多少影响 会下了失业率度 大家要知道 1月份 那个数字 是相当好 去到30万 但是今次一定会低于30万 但是能否变得很好 这件事真的要短线留意一下 不好意思 太大声了 继续 不过这里有点东西 说了一个原因给大家听 不是想射博 就是想看到美金昨天有转强的迹象 不过今天又很不同 我昨天说过 其实我们有两个步骤 会出现 一个就是 可能我们会先拼它 看看会否反弹 可能我们真的做得到 昨天的欧元是有先反弹的 是有反弹过上去接近上日的高位 大约是1.133 有没有30那么高 昨天最高是1.3130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我昨天也说过 如果在地露之前 即是未穿1.1280之前 反弹上去 大家可以沽 目标放在1.1278 再放在1.1230 其实我建议大家反手 我没得抵赖 因为我们有几个步骤 一个就是估计它会下跌 但如果倒下跌 我未必会持续 但既然它下跌 如果它未跌之前有反弹 所以大家可以听昨天 你怎样去捉 现在可以拗 因为还差一点 即是它没有弹到 给大家安全的入市价 因为我本来雨 至少试回周三的高位 但现在很明显看到 差一点 但没办法 始终也不是神仙 不过 昨天连转 落了这么多棍子之后 RSI有些问题 什么问题 这种不是很好的现象 现货价价就是这样下跌 但发现RSI是反转 有什么不好 其实欧元应该反弹 反弹多少 可能也挺多 大家可以考虑 前面那些 昨天说了 今天我们要看看 在公布美国数据前 会怎样 现在出来的状况 再加上RSI 即是告诉我们 在今晚美国公布数据 可能是8点半或9点半公布数据的时候 前欧元会反弹一些 或者一公布那一下 你怎样都会见到 它有下跌上来 大家要留意 这就是为什么RSI 以前我会捉重 如果你是无论初学者 或者你有看过一些 讲技术分析的书 你可能常常提到RSI背驰 但实际上背驰也有陷阱 我又告诉大家 以往我会捉很多这些 我以前就会输钱 但现在我就会调回 为什么呢 因为看到RSI实际上太高 所以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所以我估计 今天欧元有机会 可能在公布数据 前后那几个小时 有机会反弹 应该不会再穿低 起码 如果还能够拿到1.11的90 现在正在做97 还有机会 大家可以看 差一点 刚刚买卖差价 你可以考虑试试 在公布数据前 但最好是中午12时之前 你已经做了 为什么呢 如果这种走势 你一定要预早入市 给多些时间走 让它反弹 既然它现在走成 我们让它反弹 可以看多少 刚刚出现这个趋势 我们用最保守估计 上回1.1230 会看更高 这个我不敢估计 这个可能要出完数据后才可以估计 但如果真的出了数据 已经去到这些价 大家已经接近五十几点 我会建议大家先走 我不会觉得今晚的西区 有很大意外的太大转变 不过今晚的数据 会令到市场动 我也会觉得 是有机会两边发 我觉得两边都做 但第一下会先做上面 如果真的好像我这样说 它做了上来 标了上去先 大家就要记得 它公布税务的时候是什么价 现在我给定两个价 大家看看它会不会这样做 一个就是它站在1.1230 这个价 开个数据 要么更加高 开到1.1268 或者再回到接近这些水平 我会建议这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才考虑在1.12的大约是65 可以沽回欧元 这些就是数据后出来的大波动反应 因为这些水平已经过8点了 现在我们估计数据会炒得大 如果数据公布而真的接近1.1230 我们除了平沖 而你另外也可以第一时间拿到最好的价 而且今晚单边美国市的市场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波动 这件事已经告诉大家 为什么要这样说 大家可以看看1993年3月8日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会不会导致星期一回来跳跌呢 很好玩的 所以这件事没有办法 说话要告诉大家先 既然现在美金有这样的态势 当然了 我又说一句 因为美元指数已经有过很大型的商顶 很久没有做过这些位置 你看到前面已经做过 所以 而这个价格已经是 真的 是2019年10 就是2019年1月24日 正是平安夜那次 是真的 12月24日 12月24日 即是美国宣布加息那天的价格 所以今天 怎样也好 美元会早段会有些调整 但过了之后 我想说 刚才所说的所有东西 说为什么会公布完数据之后 那里就开始会有个大变化 所以日元又怎样呢 日元我反而会觉得 应该单边先跌 美元对日元先跌机会比较大些 即是像偶元那样的反弹 日元 但幅度可能相对会少一些 看看有没有机会做得到 日元就要这样 最好 这个就包括数据 就不需要像偶元那样复杂 如果公布数据 前后也好 也有111的 大约20度 你可以试下考虑买 大波少许反弹 但反弹多少呢 就反弹上111的40 和111的68 如果做到这一阵 而今天的美元 真的再飙升的话 可能就会有机会进一步上升 当然了 刚才所说的这些 你做了 亦都平了仓的话 如果今天再有机会 因为数据前再回心一点 如果你可以拿到111的20 刚才说了 即是可以再继续再买 所以这个大家要留意 要准备定有个心理准备 会不会礼拜一跳跌 那个榜 由于之前升幅比较多 所以你发觉 它就相对地没有过欧元那么惨 那么快试试它的起步如何 现在才回了0.5 但是我想说 如果美元继续这么强 那榜应该都会跌 不过如果这样 可能是一个给我们买榜的机会 我们就预计今晚美国的数据 会有一个很大的波动 所以我们先试试一下 而昨天亦都看见它炒定了 你不要管它 因为是否真的 因为欧洲消息也好 或者因为欧洲消息也好 令到它倒下来 起码今天可能 榜会追一追 跌一跌下来 所以大家在公布数据前 如果有1.31的25 可以考虑沽上榜 目标就会看回1.30的70 再看1.30的55 甚至乎最好 就试到穿1.3 如果有这些价格 可以博反弹 由1.2990开始考虑 当然了 如果穿了20点 也建议大家走 如果再有1.2910 再买 大家可以这样看 总之这些是博有大市发生出现的 但要说明 如果所有给你们做的事 在今晚美国收市前 如果你是吃着超过100点 profit 你可以博过夜 过不了50点 就算了 因为可能星期一回来 你没有足够空间 让你离开市场 大家一定要小心 另外 澳洲指 澳洲指既然在美元那么强底下 应该会跌 虽然是这样说 但应该我们做到两边都有 下面刚刚做到7010 应该持续 现在20多 即是入了市 但没什么钱赚 上面其实也试过去7050 明显也下跌 但今天澳洲指会不会趁势跌穿 所以今天反而我不太建议大家做澳洲指 因为既然 主要货币有个明显走势 我觉得那些波幅和成熟度 会比澳洲指强一点 虽然 美元升的澳洲指也会跌 但很明显澳洲指相对幅度比较少 不会像榜或其他超过8点 昨天也是走了40点 加指又如何 加指就已经一路走弱了 会不会再进一步上去呢 但加指反而我觉得大家可以跟上昨天的Wing 不过再移高 下面就以1.3415 作为 如果你想买的话 这些位置可以考虑买回 但上面就要移高了 上面怎么移呢 可能移很高 也不是很远 其实已经走到1比1了 134 如果你买到的话 仍然都是以1.3460 作为第一个目标 再看看1.3510 再看看1.35的 先看看 先看看 1.3535 1.3535 如果去到这些价格 又是那句 你可以博反手 短线 估回美联罪家人 又是用20点来博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今天可能会有一个大市出现 一旦 我们下期 一下 开始